即便你說沒有沒有違法 好 觀眾我們可以看到現場 教育部長吳思華跟這些 反克剛的學生代表們 已經進行了這會議 進行了一個鐘頭 那這會議在這一個 最後當中的討論 目前陷入的是 學生是要求教育部 要公開克剛微調的會議記錄 以及人民名單 但目前是被吳思華給婉拒了 他表示所有的會議記錄 只有兩個沒有公開的部分 都是個人發言 這在程序上是不能公開的 因此也讓目前雙方的討論 陷入了僵局 而先前學生也有要求 希望教育部長吳思華 第一個是廢止克剛 第二個是要吳思華下台道歉 但對此吳思華他是表示 克剛這個是他上一任 就進行的政策 他必須要承接上一任政策之外 他雖然坦誠 克剛微調之後有一些瑕疵 但他認為應該要從瑕疵來做修正 而不是針對這個克剛 要完全做廢職 而這整場會議在開始之前 還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吳思華一上台之後 就有立刻說 對於學生林冠華為了克剛的事情 而有這樣子親身的行為 感到非常的遺憾並且難過 因此還在現場要求 所有的學生跟老師一起默哀10分鐘 而預計這會議是要開到4點 但是目前雙方並沒有交集 所以會議還會不會持續延長 還有待觀察 以上現場 最近請請我們先換個捧內 好 謝謝欣傑 在現場帶給我們的最新的一個訊息 畫面上看到就是這次的一個 教育部長跟反課綱的學生們 跟代表們一塊進行二度對談的 最新的畫面 我們持續呈現在這裡 他們是在國家圖書館裡頭 來進行對談 但是說到這大家會覺得有點怪怪 像剛才告訴大家 上午的時候學生代表們 就畫面上您看到陳建勳 有說他們願意提出暫緩實施這份課綱 希望釋出善意來跟教育部 好好地討論討論 但進到現場之後 另外一位學生代表朱鎮 倒是提出一 廢止課綱 二 吳思華道歉下台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在這裡學生的態度 是不是完全的一致 接下來教育部長吳思華在這裡 要讓步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麼這樣的溝通 會不會有一個共識出來 那麼現在已經談了一個小時 後續發展也持續鎖定中天頻道 我們隨時及時帶大家掌握在 這個國家圖書館裡頭 教長跟學生們代表的一個 最新對談的情形 看看能不能趕緊化解這次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抗爭的對立行動